那一个人为什么会得异欲针呢 从目前科学研究的结果来看 实际上它的非常精准的原因 和它的发病机制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但是概括一点来说大概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压力太大 第二个原因就是有一个易感素质 这什么意思呢 压力大加上这个人本来他的心理弹性比较差 心理赖手里比较弱 这是这个人他的心理上易碎 我们说比较薄弱 那么一个压力加在一个比较薄弱的东西上面 他可能就碎了 如果这个压力你加在一个比较坚硬的东西上面 他不会碎 所以我们说压力啊 有的时候可以是个人变得坚强 那是因为这个人素质好 他可以承受这个压力 他就越来越坚强反而不容易出现心理上的问题 如果这个压力超过了一个人的耐受能力 他的耐受性比较差 那他可能就出问题了 压力 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呢 他有很多原因 他不光是说 我天生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就好 他有遗传因素 他还有这个其他的神经生物学的因素 还有他从小生长的环境因素 还有包括很多比如说营养啊 父母亲的教育啊 从小收到的这些训练啊 还有他的性格的形成啊 比如说有的人他天性就比较快乐 有的人天性就比较压抑啊 等等 这是有先天的因素 也有后天的因素 形成了这个人的心理弹性 如果他这个弹性差 压力来不行了 他心好压力来了 我不会